全剑是做什么的?为什么那么有钱?全剑集团当年因为赞助天津泰达被中国球迷所熟知,结果一介入中国足球,全剑就用6600万买进孙可网圈内扔了个重磅炸弹,随后虽然和泰达闹呆,但是全剑转手买进了尚在中甲的天津松江,并连续买入了法比亚诺、格乌尔尼奥等强力外援。 赵旭日、孙可等知名国脚也被树玉辉收归账下,这时火了一板,对于公司的介绍,杜娘说资产只有八亿,买那么多大牌真是辛苦了,法人代表人叫树玉辉,还荣获过中国十大慈善家称号,去年接收太达时的宣言,简直吓尿了,当初全剑禁军中国足坛,谁也没想到树玉辉能有如此魄力,也能如此长情,不过继续身吧。 全剑的确就是能拯救全人类的公司,看看他们的其中一项产品,股正机,颠覆了我的认知,那么NB的东西到底长啥样,居然是鞋垫,呃这么说真的好吗? 都说中国球员脑子不好使,中场休息的时候,把鞋垫放头上,就能轻松治愈了吧,而他们的另一款产品,大姨妈床居然也能治疗前列腺,感觉我们已经用不着医生了,踢球的都不用训练了,没人带个护垫上场就行了,中国足球拿世界飞冠军 绝对指日可待,但这些NB产品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为了卖,这不就是传销吗?而传销在天朝不是非法的吗? 权剑胆儿也太大了,年入三千,五千万,哪泥,至于权剑火聊,石聊,物理聊什么的小编就不一一做介绍了,总之随便拿出一样,都能玩爆化妥,李时珍什么的,原来赵雅之还是代言人呢,有钱能使鬼推磨哦,不过后来果然出了问题,当然俗话说得好,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,权剑能够投入巨资搞足球, 起码从表面上看,绝对不是坏事